2. 统计图 或者是说在这个地方我们来去看这张图 我们怎样传送到Excel 这应该就是至少我们现在应该要学的这些事情 因为你放到Excel之后我们才能做成图 然后请问 资料表比较容易让人看得懂 还是一个统计图比较容易让人看得懂 应该是图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表格 到时候你随便选一张 到时候你随便选一张 因为表格嘛 PDF的内容它都会有相同的处理的方式 这边不是有很多个表格吗 这边表一堆 例如说这个 原住民族人口数及比例按都市化 那你就这样子选 选到这个内容之后 复制 复制接下来到Excel 或者是你开一个新的工作表 直接做贴上 这没得选 这边真的没得选 全部资料都在第一格 全部都在A1 A2 A3 A4 这里面是有资料的 复制贴上没问题 接下来呢 要去做什么 资料复析 资料复析就是说 我们在这个地方 资料 再把它切割 变成很多格 这边分格符号 下一步 然后 这边总计跟3 计这个3 中间是不是还有一个空格 有看到空格 就是那个空格 这中间真的有一个空格 那我们就加选这个空格 如果它是分号或逗号 你都看得到 那或者其他的话 如果有些人 他会中间用一个 韩幅 你可能会直接看到 看不到的那个东西是空格 所以加一个空格 下一步 然后完成 你看这样的资料 是不是就直接分好了 每一个都有 那我们来看一下 稍微注意一下 就是这个总计 好像整个资料要搬过来 因为在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去比对一下 刚刚的资料 我们看到总计要整个搬过来 因为我刚刚是 从刚刚的地方来去看 是不是看到 好像少了一格 对不对 好 我就把整个搬过来 所以总计3D箱 平地箱 多汇区 然后 这边是不是一个 然后接下来 还应该有一个 3D箱平地箱 都会去总计 这边是不是有一个 然后算好总计 所以应该算到这个地方 大概是这个样子吧 中间这应该叫做结构笔 然后最后是一个分配笔 所以 所以 就是 就是 这三个 这三个 然后应该放的是什么 结构笔 然后这三个应该是 跨门之中之类 然后 这个分配笔 应该是 后面 这个部分 所以 这边应该是 人数 这四个 跨栏至中 常用里面的 跨栏至中 结构笔 跨栏至中 分配笔 跨栏至中 人数 结构笔 分配笔 然后 这边就是 淘汰的主题 不过 重点是 有了这个资料表之后 你要想办法 我觉得 你应该 尽可能的 呈现 呈现我们的 什么 统计 可以了解吗 所以 当我今天拿到 PDF版的时候 你要多做一件事 叫资料复习 资料复习 资料复习 好 请我们现在动手 来去做一下